第五屆音歌创意绘画比赛 在颁奖典礼在英哥幼儿园小朋友的 讨摇滚试剂的表演中揭开序幕 200位获奖的小朋友 在家人的陪同下一起来领奖 并开心的在自己的作品前合影留念 所以等下又继续主持下去 我们年年得奖 我画了美术馆的奖项 我得了中年级金牌奖 我很开心 就是因为兴趣的关系 我喜欢画画 我画了这一张我的美术馆 我得到了金牌五的名次 然后得到了非常丰厚的奖品 心情非常的开心 英哥区长师明慧表示 呼应即将在111年完工的 新北市立美术馆 今年以我的美术馆 作为绘画比赛的主题 看看小朋友们 对美术馆的期待是什么 也为日后三英艺术城奠定基础 那我们新北市立美术馆 即将在111年9月即将完工 那我们小朋友呢 在这个艺术之都呢 如何创造想象 让我们的我的美术馆 是一个怎样的成立 我们需要汇集小朋友的想象力 英哥创意绘画比赛的推手 洪家军议员说 孩子们的创意无限 透过画画也让我们了解 孩子们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新北市立美术馆 就落脚在我们英哥 我们期待透过孩子的 一个视角跟想象 能够共同一起来去 共同来去关心这样一个议题 当然能够进而发掘 他们在美术这方面的 一个兴趣跟潜能 今年的比赛最特别的是 有三位里长阿公 陪同孙子孙女来领奖 看到孩子们的绘画能力 受到肯定 阿公是既觉得骄傲 又觉得开心 记者沈金华 新北采访报导